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恐慌 然后觉得这行情怎么一直涨 对不对 的确这行情的确 你还是要小心不要乱追高 因为这行情的操作难度当然是越来越高 大盘持续要涨到两万点是一定要的 但是的确很多人在流血流泪 因为他股票开始被排挤 开始会差很大 所以你要吗就锁住我的节目 不要乱看别人的节目 那我是 你要自己这样乱看节目 那要套牢就把人家追高 你将来会 也是那句话 会遗憾终身重 因为这波行情之后 未来的股票 不会涨就是不会涨 而且可能 你流到你 天荒地老 他还是不会涨 那行情会涨的股票 你就好好赚到 每天梦你到我们 年纪 你都会梦你都会笑 因为他让你什么让你赚到很多钱 像台积电 对不对 当然有买台积电阿嬷吗 每天都把梦里都会笑 对不对 阿嬷当然有感觉 他不会痛 他脚也都会走路 怎么会 没感觉 我有感觉 所以 你也一定要感觉 不要跟以前的阿嬷一样 会没有感觉 阿嬷都已经 已经有感觉了 所以台股再创新高 你接着要掌握什么 当然是轮动 清云的涨停板 当然今天 恭喜你 但是台股轮动速度在加速 所以现在投资朋友 真的你不要自己乱追 不要以为这很好赚 这行情非常难赚 如果你自己操作 对我来讲 还是一样 行情很大 你要赚三倍五倍再来找我 如果你要自己操作 不要追高杀低 甚至我的股票不小心 也会跳水 蹦就要跳下来 可是我买了 怎么又跌下来 那会不会再涨 这个地方就来 可是我没有钱了 所以这还是重点 实际上我跟你讲的股票 严格说出来 都不是一次两次三次 都苦耳膨硬告诉你 就包括清云一样 也是一样 你要等它涨停板的时候 真的还可不可以再买 你要怎么买 你要怎么讲 讲这种话真的很好笑 涨停板怎么买 对啊可不可以再买 那我要买哪里 你是整个白问的 你问老天也不知道 好吗 所以你就一定要跟上 一步一脚印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不要自己 在那边 追高杀 目标就跟你讲 850 等于台积电来到850 他就给你调高到1000块 你不能等着他 850会不会来 你他现在产能这么样的 供不应求 当然是肯定十拿九稳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台积电 让一支独秀 一人的武力 因为的确这样子 很多资金会被排挤掉 那等大家都挤到台积电之后 未来台积电当然 你永远成本比法然来得高 你要赚什么大钱 我会帮你制造机会 因为这个地方 当然除了台积电以外 你赚不到什么大钱 毕竟它是让你今年 走路非常有 非常非常 有风的一档股票 所以河粉 我要问你说 台积电到八字头 那台股当然两万点一定会来 所以台股就是冲冲冲 那头歌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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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冲啊 不是让你乱冲的 台股会冲冲冲是一定要 台积电也会冲 但在他的冲的过程 你要去哪里找寻那一倍两倍的股票 要三倍五倍还没有 我肯定告诉你多的不得了 但是我现在 你说老师那告诉我 我会慢慢一档一档告诉 我的好朋友 就是到我新费 因为当然留给新费员赚啊 不然你看电视赚太少了 看节目赚太少 当然我要留给你赚 就如同这次台积电 我那时候我在买的时候 实际上 我买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很好笑 老师有好求 557 人家看不好你也买 没关系 643你也买 643你最有印象 2月5号 对不对 虽然没有涨很多 但是台股的里面 你为什么知道台积电643要买 现在严格说这种股票643买 那真的是意高能胆大 因为它是大型股 大牛股怎么可能买到643 这个压力带 但是他一旦给他冲破之后 代表什么 他变标股 他一档标股 是要严格跟你讲 台积电我买这边是 因为他正式平分比 来到满分 那满分代表什么 他就是在走那个 你是没看过大牛在跳舞 他就标股 你不要笑我 老师你在照我讲 对不对 他是标股 他本来就标股 台积电就是台湾的标股 连台积电都可以标 那剩下那些中小新物 要更什么 你要赚三倍五倍有什么好难的 这是我跟你谈的说 所以你看看这两天2月5号封关 你只要把钱全部摆在这边 你摆在银行来都好吧 对不对 摆在这边就好了 一张125块 买一张算12万5千 也不错 才花60几万不到100万 两张赚多少钱 就20几万 总是有赚总是总比 总有赚总比没赚好吧 对不对 然后557到768的更赚 也是赚啊 赚多一点 211块 未来会赚更多 肯定会赚更多 因为它震荡在加剧嘛 台积电只要跌 台股就有机会跌了 那台积电不跌的话 你真的是 我有找我 否则你会很麻烦的 第一个 你常常会 犯了追高杀低 股票常常会两样 就是猪羊变色的情况 常常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真的要找专业 就像这个信鸿店 你可以买信鸿店啊 你买不下去了 因为已经来到167店 我很久没跟你讲 我承认了 但毕竟它就什么 它跟台积电有关系嘛 日本熊本的台积电要扩厂 第二厂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新闻嘛 那半导体的厂务工程是谁啊 谁在做啊 信鸿科嘛 等你很久了 他也等你很久了 他台积电大厂的过程 你又忘记我曾经跟你讲过 这档股票了吗 113的时候谁买给你啊 我买给我们的会员 也分享过给大家 但他不是一口气涨上 他就是这样一直慢慢涨吗 不小心涨了五成了 既然你看到他涨上 导致到那时候我就记得买 有些东西我根本不想提醒你了 因为提醒你已经没有意涵了 该讲我都已经讲完了吗 他本来就是去年那种业绩结果本来营收都创了年度新高 对不对 已经改写这个年度新高 去年啊 不是他最亮眼的一年耶 那今年肯定亮眼的啊 所以他营收在第一季的时候 第一月份已经改写同期的新高 那肯定今年会比去年 这个当然也是一定会肯定的 因为台积电的业绩这么好啊 那做常务的怎么可能会没有跟着 所以今年是他很科技的高 他是稳健的成长 不小心信鸿科的股价是持续在改写天价 今天也是继续再创新天价 新天价 那时那天跟你讲说创新天价了 但是我们买在哪里 我买在1月24号 1月24号这边耶 1月24号这边耶 113耶 持续创新天价 持续创新游 那1月31号那时候 我们就恭喜我们的会员涨停 2月20号的时候 他也是创新天价 今天到三月下持续再创新天价 这种股票才趋势啊 对你可以说你没有赚到赚到三倍 这种股票短时间一个月都可以赚五成了耶 一个多月耶 那而且还没什么特别大涨哦 那一年你乘以12个月嘛 12个月 扣头扣尾 有没有三倍赚 而且只要从这边开始赚 而且这中间还没有跟你算价差哦 你说老师会这样涨 那你肯定啊 他一月份的营收好 二月份营收好 三月份 这都是淡季嘛 真的忘记是第二季嘛 那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估计一下 我请问你 这种股票 一百多块的股票 现在台股算是什么 现在已经算是低价位股了 那同保股是什么 是四五十块的 一百块以前三月数据 就觉得股票好高哦 所以通货朋友多严重 你知道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了解吗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好好多赚啊 但是也不能乱赚啊 不能乱转来转去转来 换股平民来换股 也是你最大的缺失 包括你这是买一点点 我试试看 结果你越试 你说一试成主顾啊 但是很可惜 很多东西是回不去的 现在你看我们节目看到什么 老师我没看你节目 我都看不到 我从早上看到晚上 都在看你的节目 因为我的节目好赚钱啊 很多人想看我节目 他说我看你一遍 实在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的节目最不会去 欺骗我们的和粉 帮我投资朋友 都是跟你分享一些 我们走过的股票 虽然或许你会稍微帮我们 抬教一下 但是没关系啊 你抬教就算你抬这个 六四六二的神盾 我请问到现在神盾在哪 三百块都一定有来的 谁在卖嘛都有赚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们的节目 但是对 你现在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两万点附近 你真的不要乱追高 除非我的股票 有我的指示 因为我的股票都有一个目标价 记住 台积电当然也有啊 他们跟你讲目标价 跟我心目中的目标价是不一样的 那个外资的目标价都打开跟你讲 他真正的 他的真正 那个背后的那个名单的目标价 才不会跟你讲的 他出完货才告诉你 我调降他的平等了 我调降他的平等 要卖越多他调越多 然后他买越多 他一直调高他的目标价 我跟他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我不会这样欺骗我们投资朋友的 我心目中的目标价 你一定要肯定 我的目标价才是市场上最准的 因为我叫何怀珍 我是真心的跟大家交朋友 但是我是希望你不要赚一点点 因为这行情真的你赚少 损失是你的 不是损失不是我的 我已经对钱已经跟阿嬷那样没有感觉 太好赚了嘛 你每天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你生活因为赚得到钱 这是个成就感而已啊 对我来说 钱对我来讲没什么好用的啊 每天都上节目 然后下班 对不对 然后回去 回去有时累到也吃不下 也吃不太下饭 因为你有时候太忙了嘛 然后喉咙嘛 有时候上了几个 也不想出去跟人家 跟人家那个 吃吃喝喝 因为太忙了啊 就想休息 那你说钱对我来讲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啊 但是你有感觉 很多人在股市损失了你啊 要借我的力量帮你一次讨回公道 就看这一通了 那你看这个 这个以前的这档股票 而且我们有赖为政 113到现在 就这样这么好赚啊 1月31号涨停板啊 现在涨不停啊 继续啊 我们还要继续 告诉大家这档股票 只要台积电档 你也不能忘记它 只是很可惜 它已经青州与过万重山 它现在已经 不是113 连120块都没有 那老师什么地方可以买 可以 因为我有个目标价 因为目标价很重要 当你会接近目标价 我会叫你停看厅 那通过目标价 那就 那我也不会叫你最高啊 他会对不对 所以目标价有个地方 就是保护伞 你留点给别人赚嘛 你赚那么满干嘛 不小心 你说目标 然后又收了行情的上涨 下跌嘛 乱买乱冲 现在行情开始要大震荡 现在每个人 你没有赚之前 没有赚一倍两倍三倍 这是要小心啊 更要找我来拿大赚啊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也不希望你来 我每天忙得不得了 我常跟你讲 我真的连吃饭都到晚上都吃不下 因为桃金一直 数字数字数字到这个 哎呀 真的生活的品质都没有了 所以千万不要来找我 不要增加 不要搞垂麻烦 你每次打电话 就是简单迷了 想清楚再把电话拨通 我要考虑看看 我要跟我先生讲讲看 都不要打电话进来 就跟你讲说 我没有在缺缺这个钱的嘛 这个节目只是说 是分享 那你要赚大钱 因为你有这个志向 有这个勇气要赚大钱 那当然我就愿意跟你当朋友 那如果你只是想小说 你觉得这样OK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的个性啊 你觉得这样就很开心 那你就继续下去 那你不要说 哎我就是没有钱 每次看到人家外面在花钱的时候 从来说 哦那好贵哦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对钱已经没感觉 我跟你讲真的 代表什么 太好赚了嘛 所以人家赚钱找我就对 还有这个汉堂 你也有多加注意 所以它涨很高 三五八点五 但必须这也是相关概念股之一 不要说只有我这档股票 你半导体的也是厂物工程股之一 就汉堂嘛 那你找到哪里去 已经飞到三五八点五了 三五八点五 这都是厂物工程股 特别留意 目标价在哪里 老师我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五百是不是 这个地方留带给你手上有汉堂的 或是有汉堂的 包括姓洪科来找我 因为这个是保平安 这是平安服啊 你要买个保障嘛 不是行情一直涨 然后你一直赚钱 赚一点点 赚的钱又把会费给人家 这合理吗 真的很好笑 真的 好了 这档股票也可以注意 巨大熬过风雨 营运营春艳 它不是电子股 但是话要说 高科技股总有一天 也会有休息的时候 所以传产的包括科技 你今天我们注意到 今天的 今天的生技股 好像似乎有点味道了 对 你讲的没错 所以这地方大盘是在大震荡 我一直要跟你讲 不要乱追 但是的确 像这个股票 9921的巨大 是一家好公司 而且它中国市场 也是这边都很旺盛 联收双位数的 当然是可期 高阶的订单也是爆满 而且 奥运在7月就要来 这是运动概念股 你要注意一下 这地方 那当然这档股票的高点在247 肯定高点这档股票 稳扎稳打 不要追 不要追 但它蓄势待发 它是走近三退二的格局 所以 你要可以注意这是一个 第一档的潜力成长股 我已经跟你讲 我有送你东西 所以你不要把目光下来都失焦 每天跟你讲一档东西 一档的股票的人 你会输死 给你讲真 到时候你找谁要 老师我最高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说 你自己要 你对不对 每天你讲说 所以不要看节目去买股票 你会损失 是损失你的 而且损失大条的 实际上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的节目 一直跟你当然讲 你也不要去帮我做台交动 可不可以 因为再来到这个地方 要台交不是你来台的 因为反而会帮你台 不要说 老师你叫我不要买还在涨 我没有叫你不要买不买 因为 我说这个地方高档 要买由我买给你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你的钱一直赚不过来 一定要开始保守了 讲真的 就是没有钱 你不能什么到时候 都全部被人家赚走了 所以开始你要更要好好的 把这个钱保守下来 等来找我 等到一个好的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你做进场的动作 甚至股票 也有新股票 你不要这么急 对不对 包括这个股票也不错 当然股票涨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涨 当然台积电一定跌的时候 想你吃到 但今天已经在慢慢冒出头 所以你不要注意一下 这机器低 那法轮当然已经开始在回博 所以代表什么 他钱慢慢如果移出来的话 那很多一些落就是后段的 很多的一些比较就是应该说的 AI的一些比较没有毛利率非常高的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要稍微自己小心一点 那巴林的奥运今年7月要举行 大家都知道 实在这些股票 包括加密货币的运动股也都已经开始都有表现了 所以这都是联动性的 所以你要放眼全世界 才可以行遍天下 我们都有帮你注意到这个什么比特币 包括它里面有什么股票相关概念股 包括运动股 实在都是跟巴林奥运有关系 所以代表这个股票本身 假以时日 它的机器又低 未来会有一片天 我直接好像跟你讲 那这个药华你看到吗 今天是不是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涨多总是乖离过到拉回 但是它怎么样都什么 都推也推不倒 我今天不是告诉你说 如果跌离买我要买 它就不来啊 我什么办法 那代表什么 我短线做什么动作 你帮我抠讯带着看一下吧 老师你投买 我没有说我卖不卖啊 你到底有要华吗 要华这档股票 简单说 28块你卖也对 不卖也没有错 取决在 你有没有办法成本 比我来的低 你就可以 你狗袋够深 我就怕它不跌 我还希望它多跌一点 那听到没有 但是肯定的告诉你 我就跟你讲 我没买到 我今天24块 真的很想带我们的会员 新会员下去剪一下 弯腰剪个钻石 他就不来 我买2 他说老师你买21.4 对啊 我舍不让你追高啊 21.4到28块 这是我最高成本的 几乎最高 已经差6块钱 而且这种6块钱是多么 幅度是三成了 你像你50张的话 100多万的话 你买50张 你赚6块钱的话 就已经赚30万 而且时间蛮短的 今天才3月7号而已 他几乎天天涨的 所以这边乖离过大 稍微拉回来做个什么 做个降温一下 这是好事 他还没有正式冲冲冲 还没成功 因为低降位股要嘎空 比较困难 而且很多人都敢买低降位股 没有给你扫掉 让你获利 让你先出涨 像现在28块获利 27块很多人获利 26块有人获利 这个地方说对不对 也是对 也是对 但是你毕竟 我只能跟你讲 这个地方肯定的告诉你 这档股票低点就在这边 永远推不倒 永远推不倒 所以这种股票一旦启动之后 你没有赚了三倍 五倍 我现在没有跟你讲三成五成 是三倍五倍 太可惜太冤枉了 你不要小看他 耀华并不是不会飙 因为他这一次走错线了 他闻到那个钱的味道 才进来才去贴上了 但是毕竟如果你买了19块 你会怎么样 你会非常开心 因为刚好在年限 年限 年限付近你买金额 这都是我们会员的资料 2月15号就可以了 19块 股票大跌 公司又没有问题 必有背后的缘由 赶人赶快下车 少筹码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这个地方 我还跟你讲 这个是最后上车点 所以来参考一下 这种股票还不错 只要你不追高 沙跌我也恭喜你 手上有的 这个地方 不必害怕 怎么样 未来他 真正的目标价在哪里 目标价在 我心目中有一片 一亩田 很大的田 那个柴 他的目标价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我既然知道买进他19块 他未来的目标价 会不会跟台光电一样 会跟镜像电 你不用去想 你要的是钱放口袋 还是只是听我讲什么 所以投资本有时 粉末导致 你看我讲什么 看我有准 那你尽量看 每天看 天天看都没关系 你只是为了那个准 来找我的话 可以看我们节目 但是你可能会因小失当 因为行情非常的大 我们这辈子 就这么一年 2020年 这也不会再有了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 指标高档 机会当然又来了 法人买这么多 机会来了 机会来什么 黑开棒不是来了 不是机会吗 当然是机会啊 我还要再买啦 只是说买什么地方 会让你有感 可以赚大钱 这个只是第一季而已 第一季 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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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稍微做个震荡 还有一波很大波 还没冲冲冲 好 这边还有很重要 就是折叠式手机的 恭喜你的照例 如果你手上有 它持续涨停板 折叠式手机的渗透率在提升 3月5号这边有一篇讯息告诉你 3月4号告诉你 新日新现身身身身 这个地方很重要 21 好 所以肯定的这个地方 很明确的告诉你 新日新 它低档无多 现在今天盘中有震荡 但是很可惜 很多投资朋友 都失去 都会失去什么 失去进场的勇气 第一个你卖太低了 第二个 你这个地方 再买你会觉得很难过 我已经卖在100多块 现在怎么买得下 对 这就是问题 但是毕竟 如果我告诉你 它的目标价在哪里 包含现在马上买 点到就可以涨 那我请问你在照例这个地方 它也休息了一个多月左右 它是不是再度了 再冲高高 那的确 新日新怎么可能结束 会不小心 新日新有一天会超越照例 我觉得今年机会很大 毕竟这档股票 去年是我的代表作是照例 今年的代表作 我不是送你一档 核粉送你一档什么 送你一档就是我 我今年 照例已经失掉了 没办法 一档胜死档去年 对不对 这不账 账今天 它不会回去的 回不去的 85块的照例去哪里买 这个墙短 现在说 哇 那个真的是太甜美的价格 不会再来的 不会再来的 它闷死你好几年的照例 今年还你一个大工档 所以当然这个照例之后 建策你看568块 双红297块 党党都涨得 建策涨倍数 齐红也涨了倍数 双红也涨了倍数以上 不要说我没有跟你分享 去年10月27月的时候 那天照例还大跌 你们觉得很难 富士达建在哪里 自己看 快1000块了 800多块而已 所以钱是找一些 钱的堆积的效果 会找一些什么 有钱的股票在哪里 你要成为有钱 我有什么 去把有钱的股票 我帮你找出来 那帮我有钱 他什么时候要什么 会一个停看天 要换股操作 所以你也必要 找一些找知道的人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吗 那份新闻 去年10月27号 直接送给Lite 和粉 在记事本上面 你可以自己在重温旧梦 你再去看一下 老师我垂心干 那时候我看节目 对啊 不是老师看我节目都可以赚钱吗 你每次都在错过 哎呦我就怕 你到现在还是很怕 我告诉你 所以我有什么 放下 因为这行这个投资理财 的确他就是要 就是要找专业 你觉得我够专业 你就来找我 如果你觉得我不够专业 那我没法子了 你喜欢找那种 我会帮你赚会费的人 那你就去找 因为在乎的是小钱 我根本不在乎你的钱 我跟你讲真的 我真的不在乎你的钱 因为我根本对钱没感觉 没感觉 钱太好赚了 有什么好感觉 你要就来找我拿 跟着我一起同步 一个collect的动作 你要做到这种愿意 那你不要给我问东问西的 因为我会有line给你 你就安心的看我的line做动作 因为我的股票都有个目标价 而且我都不是短线的获利 都是一个大波段 因为一个大波段 才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就看这些股票 是不是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对啊 同样你看我们节目都看到了 lient送给你 你请问何本你赚多少钱 我不敢买 好OK 那你下次不要跟我讲不敢买 找我就对了 好 那结果新日清 当然这个地方也未结束 不可能再来 不可能再来 这历史的记录 今年不会再来了 会不小心来300块 那当然机会很大 目标价300块 根本是小事好不好 不要说我没送你东西 137 137 实在它排很久 但是很多人137就把它卖掉了 我们刚才137还在什么 还在弯腰把你接回来 不小心这个股票 就是永远都回不去137 好 比特币发工之下 当然概念股也水涨残酷 哇 那个跟天气一样 一下子热 一下很冷 一下很冷 昨天看到爆清云都怕死了 今天恨不得昨天那跌的过程里面 有人多买电 你为什么把电话留下 难道我在这个节目 没有跟你讲过清云 比特币有没有创历史新高 还不止 我告诉你 比特币不小心要跟你看什么 这都还是低点 这都还是阿呆股 我跟你讲真的 当它震荡幅度加大 那清云这个股票这么便宜 去年你错过利台的 那今年的清云就像利台去年的五六十块 好好这样想想 而且清云很会飙 所以它这个地方还有点机会震荡 因为它量还没有够很够 还很多人没有 筹码还没被洗掉 会有人插你的针把你洗光光 你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保护你啊 这毕竟我们买在这边六十块 你敢不敢买 老师你买的套套套就走 短套不是才会赚多少钱吗 今天你要买六十块钱你买 你今天连涨你买也买不到 所以这张股票已经在放量了 这就是洗筹码 你本身会有大震荡准备要开始了 安全带要绑好 你这张股票已经 不要告诉老师我只买一张 我真的这样我就没办法 最少这么便宜的股票 就如同照例 如同那些新日新 你可以买很便宜的 像照例五六十块我就再跟你讲了 清云五六十块也再跟你讲 所以我就会创造股票未来的价值 你说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这张股票 我就跟你讲说是融回系列 2月27号你买就可以 2月27号 那只都还没什么量 好所以这个地方简单跟大家讲 今天告诉大家 我们也 昨天小丁丁在这里的时候 找最强的股票就是清云 那今天最强的就是清云 所以接着清云之后 实际上你还是把手续办好 因为你要的是每天可以 不要担心害怕 可以由三万元 因为行情开始在大震荡 台股的轮动速度在加剧 所以我只能劝你 不要去看盘 因为这个行情有时候 会像云霄飞车一样 上下幅度很大 我会告诉你如何做规划 因为筹码越来越大 它震荡幅度就是一三 可能就上下幅度就 就一个小时可能就可以 从跌停板涨停板 涨停板到跌停板 所以你要有人保护你 不要开玩笑了 手续办好 你可以去游山玩水 多花一点钱 我会帮你赚钱 因为我们钱太多了 你有时间去游山玩水 我是命比较苦一点 没办法去游山玩水 所以交给我就对 好好去玩 去世界各国玩 这是应该得的 而且趁着通货膨胀还没有很高 赶快去 如果有一天的话 大盘涨更高 哇 这所有东西都要涨一番 所以你好好的去玩吧 把这个钱的工作交给我们就对了 所以我基本上 我规划就很简单 买办完的话 特别会好赚 而且会大赚 我每一张股票都要让你波段的获利 所以我每一段行情里面 你都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这个地方不是讲假话的 你就知道的 我讲话都是有印证到的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我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喜欢买在法兰文景处 我更爱卖在 应该说现在不是利多见帽子 是目标价 你一定要知道 法兰文会用利多 来跟你什么 来骗你 然后等到卖完之后 一直跌一直跌 你该如何是 所以永远要跟着我找知道的人 好了 今天我们就跟你讲说 我们党党都赚 你也看到 但是你要大赚不是小赚 所以接着主流的夯股 农年的主流夯股还有什么 我们党党都强势 党党转倍数 三倍五倍的都 都已经 已经不知道怎么跟你数了 那你自己数就好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最重要给你推一个方案 最能保护你 清代的简讯 由我在旁边 保护你 你尽量去游山玩水 080 3088 对你很重要 因为这自通电话 就是要改变你的命运 让你真的可以大赚 那这个地方有需要的人 确定想清楚要大赚的人 再来 如果你有聚高症又想赚 也要找我 如果你这个地方 决定 这样就很满足了 欢迎你 不要随便任意去放空 也不要乱追高 因为台股这个地方 操作难度再加大 你需要有专业帮你 带你走另外一套路 不是看到每天涨停板 你要的是你口袋的 口袋的荷包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快去游 就是你要渴望 要不断的口袋一直放 放很多很多浅钱 浅钱 你这样人生才不会有遗憾 那你祝福大家 明天操作顺利面见 拜拜 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 你总是费割韭菜吗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 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这里可以 zehn 可以 一定要 我 稿